你的心理戏只有你一个观众 有时候会不会有心里面的小剧场 对一些事情可能在不认可的时候呢 不敢表达出来 可是心里面就会开始在想 可是我真实的想法是这样的 可能是对一些事情的偏见 可能是刻板印象 甚至是一些歧视的那个情况 但你不敢表现出来吗 因为你表现出来的 它就是被批判 或者是不正确的 无论是政治不正确呢 还是各方面大家不认同的一个情形 于是呢 你开始觉得心里面有这个剧场跟拉扯呢 是不应该的 是不对的 你甚至尝试要湮灭掉心里面的那一个自己 但有时候因为这个样子呢 我们会错误了解自己 我们会因此误会自己 以为自己没有那个偏见 以为自己没有那个刻板印象 因为我们不愿意对自己承认 所以我说你的心里系只有你一个观众 其实你可以允许自己在心里面拉扯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一个可能魔鬼跟天使的这一个斗争的辩论 让你清楚知道你可能没有办法控制与生俱来或者是从小到大 因为各种因素为你制造的一些价值 在世俗的眼光当中 在现在跟你应该有的在你的智慧你的知识的这个范畴当中呢 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应该表现出来的 那你不要欺骗自己自己没有那一面 你必须要面对自己拥有的黑暗面 你才能够好好的去将它给修过来改过来 甚至是将它好好的包装 因为这个心里的小剧场会帮助你除了更了解自己 也更懂得怎么样在这个社会里面处理自己很得体的生活 允许自己有这个剧场 承认自己的黑暗面 你才能够真实的面对它 我自己的头弹申福啊 老人都需要懂的 一种約就是你